吉安乡公所13号上午在吉安苗圃园区举办了太鲁阁祖感恩祭活动 主人们换上主服 除了以歌舞感谢上唱 现场也安排一连串生活竞技竞赛 希望可以透过活动结合教育传达给在场主人 也凝聚大家的向心力 认同文化背景达到传承目的 大小朋友穿上主服 在广场上载歌载舞跳出传统步伐 这是吉安乡公所13号上午在吉安苗圃园区 举办的太鲁阁祖感恩祭活动 部落族人们席家带卷全家出动 因为他们等这一天已经等了好久 我们等了很久 因为疫情我们的活动一再的迎候 但是我们太鲁阁祖没有放弃这个机会 我们也感谢我们公所还有我们的代表 将这个机会保留到今天尤其的完成 现场主人除了以歌物感谢上昌祭祖林 也安排了一连串的生活记忆竞赛 希望能借由文化祭典活动 凝聚主人精神 传承族群文化 让传统记忆不仅能生根 更能代代相传 每一年我想相公所都非常的努力 对于我们所有的岁石记忆 为了文化的保存 还有让孩子在我们文化沉浸式的传承之下 我想这是非常非常的重要 花莲县政府也因此 这个我们是南岛雨溪的发源地 也因此我们都跟整个世界来接轨 2021港恩记在吉安欢乐展开 零岁到一百岁 我们乡亲一体共同来体验德陆古的文化 从我们的编织摄山株 以及我们岛小米样样俱全 我们相信这是部落文化的延伸 也是我们长者留给我们最好的财产生命力 吉安相公所用意无限的来创意推展 也希望我们快乐学习在部落的融合生命力之中 我们一起来加油 相公所依循太鲁阁足在山上生活的方式 精心安排活动内容 包括竹筒饭制作 倒糯米 锯木头 传统碑笼接地 新火香船等趣味竞赛 让从三岁的小朋友到八十岁的其老都能一同参与 而每个比赛项目也都富含着深远的文化意涵 记者徐立琴吉安相报导